瑞穗香今年有三个新设的部落文件站 其中在瑞港公路中段的奇美部落文件站 在27号热闹街牌开站了 特别的是除了以阿美族为主 奇美部落有小规模布农族的聚落 因此不少布农族的老人长辈也一起参加 两族共荣共学相当特别 因应防疫瑞穗香奇美部落协会 特别在户外办理奇美部落文件站的街牌活动 老人长辈欢喜高唱 奇美传统歌谣 准备好好的来站上共餐共学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钟子韵说 争取资料送审到开站费了好大力气 今天终于正式接牌 不仅部落族人地方各机关单位首长 名义代表以及村长部落头目 也都到场庆贺祝福 我相信将来是正硬的 因为将各位展开都很快 而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没有村里面没有文件站 而是希望可以 达到每个村里面都有一个文件站 有种动态 大家可以在这里共同享受免福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生活的第一层教育 真的非常好 另外与其美 部落文件站有相当深厚情益的副员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也是县政中心副主任的周玉梅 没有缺席 特地到场为文件站的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来这边上课 唱歌跳舞 然后要画画 要写功课 那个脑袋才不会痴呆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呢 新政府呢 为了要落实这个长辈的 部落长辈的照顾呢 希望每一个部落都要成立文件站 其美部落文件站从最初的部落乐领中心开始 向副员社区发展协会取经学习 甚至资源连结 如今再加上其美 布农组聚落的赛普站 共同成立开站 部落长辈都十分欢喜 也很感谢中央这边 能够让我们合备合定下来 谢谢你们 那我们这边也有布农组的 他们也都一起跟我们来一起 上这个那个热领课 所以我在这里很积极的 跟中央申请 感恩 谢谢 目前 勤美文件站编制两名照服员 照顾站上总共25位的部落老人长辈 除了阿美族也有不少在地的布农组 老人长辈一起参加 未来中植运说 部落老人长辈不分族群 共餐共学 要尽最大的力量 照顾好部落的老人长辈 记者石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